正通人和 和气生财 财员广进 家家乐 国泰明安 安居乐业 业务大展 人人发 顺顺利利 家家庆团年 平平安安 呼呼迎新年 送旧迎新 我祝愿风调雨顺 每一个人发愤图强 明年过得更加精彩 喜逢望年 我祈愿和谐稳定 各行各业把握时机 未来争取更高的成就 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我们希望国印望 百业望 各位同胞赫加望 过去一年 政府积极落实国家转型计划 如今我国经济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经济成长率节节上升 马币回升 加上政府大力发展交通基建 整体经济表现越来越好 作为马华工会总会长 我很高兴告诉同胞们 重新出发的马华团结了 马华也和华社团结是更强 马华不忘初衷 坚持使命 我们将继续和各民族同胞们团结一致 建立一个繁荣进步的马来西亚 在这四年里 马华交出了成绩 我们在经济和交易双管旗下 带动一带一路 新春城镇化 十大经济方列和数码经济 为华裔同胞开拓新路 巩固基础 今天拉曼大学在全国大学排名第二 拉曼大学学院更走向国际 毕业生非常吃香 拉曼机制学院为华社栽培大量的专业人才 拉曼三校座义英才数十万 是华社的骄傲 另外政府也将增见十间新华小 和搬迁六间华小 华交的全景令人鼓舞 我很切希望同胞们给力马华 给力正能量 今年是关键的一年 您的支持将壮大华裔再朝的政治力量 确保政府继续走多元和中庸的路线 为全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作为交通部长 我要温馨提醒大家 在路上要小心驾驶 注意安全 平平安安回家 高高兴兴过年 一年之际在渔村 我感觉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 拼尽十足 在这喜气洋洋的佳节 我们祝福大家新年进步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